《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2016年9月18日 第1516期《時代論壇》 專欄是《山中人語》 《由許立中贊文》 題目是《翻譯人生》 沒多久之前 在這個專欄裡提過 中國外交部的即時傳譯員張露 剛剛早幾天 在大學書店又看到一本 叫做《口譯人生》的中譯本 作者長井公子 是日本同步口譯界 英日相遇的第一把交椅 他曾經為日本前首相捉下燈 中貞姜康雲 小泉順一郎 以及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特等 在國際會議和重要談判 做同步口譯 長井指出 口譯工作的樂趣之一 就是體會到自己正站在時代的浪頭之上 因為他負負責翻譯的對象 是日本首相、內閣官員、海外國家元首 以及來自各個領域的傑出人士 例如達賴喇嘛、霍金、安東尼霍建士、碧咸、馬友友等等 他分享到 如果發言者的演說之中具備實質的內容 以及想要傳遞的慾望 感口譯員也會受到激勵 這個分享令我想到基督教界的陳一鳴牧師 陳牧師口譯的才華在教會的講壇 可以說是無出其誘 和筆譯不同 文字翻譯可以反覆斟著推敲直到滿意 即時脫口說出來的翻譯 卻如覆水難收 能夠在電光火石之間做到刃不帶血 除了因此 我實在找不到更加恰當的形容 當然要做到和港者如同一人 除了要對所涉及的範疇滾瓜爛熟 有一個出色的港者 讓你去翻譯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和港者能夠有共鳴 就能夠譯得好 相反 自己無法認同 就無法譯得好 不借譯者再厲害 亦無法譯出港者所冒的意思 陳牧師以其靈活的口譯才華 很快就成為眾多需要口譯的重要場合的不易選擇 當年的魯葛培里 巴洛 和一眾訪講的聖經學者 報道家 兩文三語 主辦機構無不力邀陳牧師相助 可以想像陳牧師得天下英才而易之的快樂 近年 牧師多參與文字翻譯 依然不失口譯的風采 長井坦白分享 假如港者帶著欲望表達傳達的內容的時候 就能激發口譯員的專業意識和使命感 相反地身為口譯員 每次當他聽到等人感到 你到底想說什麼 或者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心想表達那些發言的時候 他都會不由得發怒 記得早年有機會參與教會的港台翻譯 是潮語譯粵語 我都有過這樣的不愉快經驗 好像也曾經為此請教陳牧師 說到底 語言文字只不過是一件工具 正如在書裏所說 如果心中沒有想要傳遞的信息 一個語言能力再好的人都沒有辦法打動人心 因此每次聽見 他那支筆好利害之類的讚語 心中都不其然會為作者感到不值 彷彿是將他的才華低扁為花言巧語 道成了肉身 基督徒的生命 可以說都是嘗試將那個永恆的道 翻譯到具體的人生處境 我們會是一個好的翻譯員嗎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多謝你收聽網該